陶渊市北区安家食物银行在卢竹区开幕 由社会局统筹将善心团体捐赠的物资 发送给需要的弱势家户 北区安家食物银行设在卢竹二号社宅 服务陶渊七个行政区的民众 民众排队签名领物资 里面有商品券、餐券 还贴心附上可兑换商家资讯 北区安家食物银行开幕 里头有各式各样民生用品、生鲜食品 让民众可以到场自行挑选 开幕第一天 副市长高安邦特地到门市 包括当期店长为民服务 安家食物银行接受来自民间企业、团体等捐赠 由市府统筹以点数方式 让弱势或低收家庭民众自行领取所需物资 北区安家食物银行开幕 让服务最扩大到桃园炉竹等7个行政区 我们每个月会提供了大概200箱左右的物资箱 还有特别为弱势家庭量身打造的35箱的特殊物资箱 提供这样的服务 安德烈慈善协会从110年加入安家食物银行行列 特别针对重症、罕病患者家庭提供客制化特殊物资箱 并结合物流提供贴性服务 透过物流配送 对于一些家住的比较远的 我们可以透过物流配送的方式 把我们的食物箱配送到这些家庭 也免得他们这样的周车劳顿 庆祝开幕 桃园易德青商会也捐赠一台价值百万的物资车 提供捐赠者载运需求 以及承接配送偏远地区物资任务